3月16日,有网友晒出龚俊和钟楚希带工作人员在青岛饭馆聚餐的监控录像,质疑两位演员无视青岛的防疫政策,视频中钟楚希说现在青岛不让堂食,龚俊则问道我们不会被拍吧,还有人回应说坐这边不会被拍。 这个监控视频一经曝光就招致不少骂声,因为早在3月14日,青岛因为疫情形势严峻,官方发布了暂时停止提供堂食服务的通知,随后剧组正式发声明回应此事,称用餐休息的饭店是剧组借用的专门区域,是为了保证工作人员的工作和休息。 随后,龚俊与钟楚希两人的工作室都先后转发了此条声明,对引起不好的舆论感到抱歉。